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化你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在網絡上有一個文章,引起我的興趣去看看 題目指,致癌的危機,一個省家媽媽,強忍胃痛不求醫 長期吃隔夜送挪胃癌,五個月後轉移到肺部 我看裏面的文章,內容說 國內有一個婦人,她多數在家裡煮飯 生活習慣很好,突然胃痛,診斷後 她是末期胃癌 她的女兒想起,媽媽的性格一向不浪費 無論如何都不會有機會患癌 可能是因為她長期吃隔夜送所至 文章上也提到,母親一向是健康的 早睡早起,平日多數在家裡煮飯 也不在外面買太多外賣 四年前,媽媽開始覺得有點胃痛 惡心嘔吐,尤其是進食後,感覺更痛 起初以為是普通胃病 女事主也叫媽媽做詳細檢查 但媽媽覺得檢查費用很昂貴 說沒事沒事 但持續痛下去,自己吃一些胃藥 也不能舒緩 可能初初時能舒緩,但後期不能舒緩 唯有真的要去醫院求醫 一檢查之下,就說是末期胃癌 需要立刻做化療和胃補的切除手術 這女兒再想起,媽媽長期省劍 長期吃割餡,而令到生癌 唯有立刻安排媽媽去做治療 切除了腫瘤後,加上化療 以為可以解決問題 誰知五個月後,媽媽的胃癌 主營到肺部 除了情況之下,媽媽要做化療期間 嘔吐、嘔血 看到的時候,很心痛 而在其中,媽媽亦想放棄,擔心淺癌的問題 然後,在她們安慰的安慰之下,媽媽繼續做治療 文章上提到,幸好治療調整方案後 所以她們在最後一次复診的時候,醫生告訴她 媽媽的癌細胞得到控制了 回家休養後,定期回去,复診應該可以控制 她們就很珍惜以後相處的日子 而台灣胃壯科的醫生,也在面書上分享 發覺到胃癌亦有年輕化的趨勢 很多年輕人,初初都以為是胃痛 但經過胃鏡檢查後,才意外發出 原來已經患有胃癌 而年輕人的胃癌比率,在比率群中 5%以女性為多 或是女性的荷爾門接收器有關 患者通常確診時已是第三、第四期 而腫瘤的擴散能力亦變強了 同時也指出,東方人的胃癌比率 佔全世界一半以上 可能跟她們的食用,引起幽闻奈善菌 環境、飲食習慣都有關係 所以醫生認為,如果年輕人 胃癌症狀和老年人患上的胃癌 有時很難區別,所以希望年輕人 不要掉以輕心,以為胃痛就算數了 一般來說,胃癌有六大症狀 包括胃痛,進食時容易症狀 包括胃痛,進食時容易症狀 第三,體重下降 第四,有貧血、圓魂、喘氣的狀況 第五,腸胃度出血或吐血 排便會有黑色的糞便 第六,第六,年輕人容易產生腹膜轉移 第六,年輕人容易產生腹膜轉移 第六,年輕人容易產生腹膜 第六,年輕人容易產生腹膜 尤其是胃癌的腫瘤 最後他自己也得到癌症 而臨終前有些領悟 這篇文章的來源在新華網 健康時報 這篇文章值得每個有良知的醫生 和腫瘤患者深思 作為一位從事癌症防治工作的醫生 華益偉一生曾經幫無數病人做過手術 但當他自己成為胃癌患者 做了全胃切除手術後 並接受腹腔化療後 臨終前他留下了無比沉痛的說話 我從前做了這麼多手術 但對手術後的病人痛苦 我體會不深 沒想到情況如此嚴重 也沒想到病人會如此痛苦 在他生命最後的階段,他感不到 我們行醫的,不能單純只是醫病 還要與治療患病者的病情下著想 在2006年,華醫生去世 《健康時報》刊發了這篇文章 名為 《名醫,華益為最後的日子,沒想到手術會這麼痛苦》 除了懷念這位名醫之後 引發了人們對傳統治療癌症模式的思考 希望用到更多癌症病人 在治療的晚期平靜 而安長走過人生的最後歷程 2005年7月 華醫生吃飯的飯量突然減少 消化也不太好 他便進行檢查 經過了開覆探查後 發現已是胃癌的晚期 華醫生指好接受常規的處理 做了全胃的切除 切除了整個胃後 把胃全部拿走 把小腸直接駁上食道的連接 由於沒有了胃門的 簡性的腸液和膽汁 就直接流回上去 病人就會出現反流 消心的症狀 手術後 華醫衛反流特別嚴重 吃到總是燒得很痛 連聲音都經常好像逐親發炎 甚至乎連耳煙管也刺激得很痛 人只能半餓住 根本不能平睡 切除了全胃後 痛苦未結束 下一個痛苦就接種而來 為了控制癌細胞的擴散 華醫生接受了腹腔的熱化療 對腹腔的痛苦 對腹腔熱化療的痛苦 華醫生生前說 也不敢想像我如何支持下去 90分鐘睡在那裏不能動 腹腔加熱到40度攝氏 人不停流汗 大汗搭小汗 以至熱療結束後 而連續換兩套衣服 因為已經沒有濕透過 每次治療後 腹腔腔的搞痛 痛到病床上要回來腹腔 需要用藥止痛 華醫衛一週化療兩次 一個月即是八次 期間人根本沒有喘息的機會 剛剛舒緩了一會 又要做下一次治療 原來她的身體基礎也很好 第一次手術後 體重也維持得不錯 如果不做化療,慢慢恢復飲食 或者恢復得更好些 一化療就徹底搞垮了 這是她的伴侶張燕蓉所說的 在化療期間 華醫生嘔吐很厲害 無法進食 只可能靠 由鼻子把營養液輸入身體裡 她和她的家人都認為 這次化療的反應 如果能捱得過去 就可以恢復進食 但誰會想到 更大的痛苦 更大的受傷 會向華醫生走近 通常的情況下 化療結束後 副反應也會慢慢減輕 病人或者可以慢慢恢復進食 但化療結束兩三個星期之後 華醫生仍然有很多惡心 嘔吐也不可能進食 而腸胃的造影發現 已發生到回腸末端 腸裡還有些阻塞 僵了 隨著腸僵了 日漸嚴重 後來連一些大便也出不了 腹脹、嘔吐更嚴重 不僅不能再恢復飲食 就算連用鼻輸入的營養液 吞下去也不行 在疾病的練磨之下 華醫生更加衰弱 出現了心功能的不存 全身水腫 肝、腎的功能都不正常 這種情況下 只能進行以解除腸僵了為目的的第二次手術 第二次手術後 腸吞合漏了 即是無法接口 腸液、糞便、血液流入腹腔 造成嚴重感染 腸道已經不能再恢復 這時候 即使沒有癌症 人也很難生存下去 第二次手術的失敗後 不再使用昂貴的藥物 做昂貴的檢查 只能讓病者慢慢地躺在這裏 希望可以把痛作減輕 希望可以為國家節省一些 這是一生沒有被組織 經過任何人要求的 即是華醫生提出的 是最後的要求 胡九濤,望望均衣 華益惠 我從來沒有匯理過這個病人 ICU內的護士 也很淒涼地說 當時經過三次手術的華醫生 全身上下擦滿那些導管 有植物對滴住的導管 因為他已經不能吃東西了 亦靠著全身的營養液 支撐著他的身體 氣管也切開了 因為要用來幫助他的呼吸 由被進入腸胃減壓管 那條管很小 但隨時亦看著 要防止他有倒流的倒室 腹腔裏也有兩條管 要做腹腔裏的血液引流、訓辨 或長度其他分泌物 每條管都要由另外兩條管套在一起 防止發生錯位 使得體液外流引起的感染 還有導尿管 此外,由於手術後肛門有分泌物 而墊在需要兩小時,床墊要換一次 護理租最為關鍵的是隨時吸痰 華醫生已經無力把痰吸收出來 需要外力幫助他把氣管中的痰液吸出 幾分鐘又要吸一次 否則一旦痰癲淤塞在氣管中 立即有生命的危險 今年2月底,氣管切開後 吸痰的工作更加嚴重 有時睡覺時,痰液亦會不停往外湧 需要不停用紙巾抹去 生命的最後幾天 華醫生曾經不止一次對她的輸液 輸血脹的醫生說 不要再輸了,不要再累肺了 不止一次她對她的伴侶老伴說 我不想再撐下去了,我受不住了 8月12日下午6時 衛生與世長遲 從前給了很多胃癌病人治療 衛生採取全胃切除手術 但自從她接受全胃切除手術後 承受巨大的痛苦之時 開始對胃癌治療的方法 進行深刻反思 當時,病房內住了另一位癌症病人 華醫生對她的病情十分關注 有一天,她特意找她的戰友 醫生說 衝衛,對於病人治療 要好好掙扎一下 全胃切除帶來的不僅是吃飯的問題 而手術後的問題 因為要做全胃切除 病人會受到很大的痛苦 以後胃切除的時間 能不能全部切除,就不要全部切除 無論如何都要留一部分 於衝衛清楚還是記得 華醫生刻意用兩隻手比劃 哪怕只留一點點的胃 比起切除時,病人也沒有那麼痛苦 通常醫生首要考慮的是 腫瘤是否可以切得乾淨 例如腫瘤留3厘米 手術通常會切到3至5厘米 希望可以全部切完 而令她不斷復發 醫生只關心手術做得是否成功 有病發症,並不知道病人感受 而病人通常不懂醫學 甚至認為反應是正常的 應該是這樣的 而華醫生由一名醫生轉化為病人之後 令她從病人的角度 對醫學問題有全新的理解 作為一名醫生在生活的質量 或疾病之間進行取捨 主要看哪一方面對病人的益處更大呢? 如果胃全切除後,活一年半 但病人要在痛苦中度過 胃不全部切除,可以活一年 但病人可以持續快樂地充實 這樣寧可,醫生就選擇後者 于聰衛亦說 當時,華主任常常語氣沉重地跟我們說 我們做醫生的不只是治病 而是要治療患者 患病的病人 後來,我們接受了華主任建議 在以後患癌病人治療時 改進了手術的方式 可以不全部切除就不全部切除 必須全切除的時候 改用其他方式去做 想辦法將膽汁和胃液引流 使得減少了向上流反 想犯法將腸形成後代替胃 令食物可以集中在胃中間停留一會 這樣病人便會舒服得多 華醫生是新中國第一批八年製 醫學畢業的醫生 周圍的人對他的回憶 天剛便為病人做過體檢 他縱然是搓熱了對手 拿著聽筒 盡可能減少暴露病人的身體 手術前 他總是在電梯口等著病日 令患者 麻醉前可以看到醫生 退休之後 每年都要做一百多次手術的腦醫生 最後一次的手術 就是為一個63歲 楊華老人做的甲狀腺 腫蜘蛛 腫蜘蛛 手術 手術那天 他本來已經做胃鏡的檢查 但為了不影響病人的情緒 他平靜地走進手術室 手術的第二天 華醫生住在病房 八天後 他的全胃就撤除了 醫生如何面對死亡 醫生面對死亡的時候 他們都是病人 但出於職業的習慣 他們可能仍然在思考疾病的問題 他臨終前的感受 讓我們知道 認識到現代醫學有限的事實 如果能治癒 就努力治癒我們的患者 如果不能治癒 就盡力緩解病情 減輕他們的痛苦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也會令他們感到 我們已經懷著 我對生命的敬畏 盡力幫助他們 比如華大夫 讓別人肅然起勁 如果他們能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 懂得養生的重要物質 就是我們的營養 他們就會更好維護自己的健康 從而造福人群令到更多人的健康 讓我們講一講 如何去營養 來調理我們的疾病 營養是生命的傳源 我們就在文章中找到一個事實 如果一個健康的人 7至10天不吃任何食物 你說會發生了什麼事? 不用置疑 這個人肯定會死 人用來維持生命的主要東西 除了空氣和水之外 就是食物 食物中的營養 比喻我們人的生命 營養是生命的傳源 從人的胃胎形成開始 一瞬間 直到人的結束 營養無時無刻支援我們的生命 這就是營養與生命的關係 藥物控制疾病 看看身邊患病的人 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 痛風、月肝、脂肪肝、甲礦、關節炎、胃炎、 嚴重失眠、癌症等 面對一大堆常見的慢性病 通常藥物可以將疾病治癒嗎? 其實藥物頂多就是讓慢性病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 能做到這一點,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營養修復細胞 是真正讓自己康復的絕對不是藥物 因為藥物的成份不是細胞修復所需要的成份 而一旦吸足時間,給足營養物質 例如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脂肪等 人體構成所需要的物料 人體就會啟動自我修復的過程 因為所有人身上的細胞都經過6個月左右的時間 大部分細胞組織會更新90% 產生新的組織 胃細胞7天更新一次 皮膚細胞28天左右更新一次 肝臟細胞大約180日更新一次 紅血球細胞120日更新一次 再一年左右的時間,身體98%的細胞 都會被重新更新一次 只要營養充足,受損的器官 通過細胞的不斷生存代謝和自我修復 經過一段時間,受損的組織或器官 都會被軟性致緩,產生出新的組織和器官 很多很多的疾病,都會有機會徹底康復 就是如此簡單 你或許不相信,但這是千真麽確 很多人最大的失誤,就是身體壞了 不用原有的材料修復 不用營養素修復,而是靠藥物修理 但我們的身體不是用藥物造成的,而是由營養素構成 這樣修理之下不合理,效果不好 這一定不會達到成功 現代醫學違背了這個基本規律 導致很多疾病都醫治不好 現代醫學對慢性病根本束手無差 例如慢性胃炎,就是一個很常見的慢性疾病 慢性胃炎是多數系統功能混亂的結果 胃藥不能糾正多項系統的混亂 所謂胃病用胃藥很難治愈 而補充足夠的蛋白質或維生素B雜 營養素發揮到身體自我修復的能力 一般兩三個星期,症狀就會消失 身體每個部位生成怎樣? 身體是自己最清楚的 記得組織細胞的基因 身體有修復損傷功能 但前提是,讓它有足夠的優質原材料 優質的營養素 例如外傷導致肝臟破裂 經過及時手術,補充足量的營養素 按照肝臟的基因密碼,一般一至兩個月 便可合成一個與原本一模一樣的肝臟 手破了,營養足夠的時間一旦長了 骨折亦可在三個月之內便會痊癒 如果體內的營養不足夠,你的細胞、血液、血管 便不可能健康 你的神經系統、免疫系統、血液循環系統 都會相繼出現異常 你的每一個狀態都會受損 因此受到各種疾病的困擾 所以均衡的營養是非常重要 重要性遠遠超過很多人的想像 營養素可以預防疾病,營養素可以治療疾病 均衡的營養是健康的基礎,也是健康的支柱 袁医生,剛才在文章上除了一般的傳統性 也有用的撤髓,但帶來很大的嚴重傷害 而當中亦有提到的,可以用營養的治療 我相信在自然醫療中,也會有很多時間 但你在臨床上,對於胃癌和你療法 可以怎樣幫助病患者呢? 其實這篇文章,我也在網上接收到幾年前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這個患者本身 是一個腫瘤專家,主任級 而且很有趣,他的工作是專門治療胃癌的病人 當時很不幸運,竟然他自己也患了胃癌的問題 當然了,跟隨自己一向用的方法 切掉它,然後做化療、熱療 發現原來是這麼辛苦,這麼可怕的 在我40多年的行見裏面 可以說,近來癌症的病人越來越多 我早期在加拿大開始,多倫多行為 癌症的病人很少,很少需要處理這些 但近來,可以說大部份的病人 至少接近一半,都是跟癌症有關 我最近有一個親戚在中國大陸 就發現有胃癌症的病人 他就打算做這個手術 我立即把這篇文章叫給他 我把這篇文章發揮出去 拍了之後,讓你在大陸的身色 讓你的家人看看 盡量不要走那條路 但結果很可惜 他們家人就不接受這個建議 這個建議很難理解 這個作者本身是醫癌的專家 他都告訴你不要走這條路 因為他自己都經歷了,幾個月就離開了 很可惜這家人也是這樣 最後我發現原來他真的進行手術 然後就離開了 很好的一個人 我相信如果他什麼都不做 可能會多一段長的時間 因為他當時沒有什麼 好人一個 自己突然發現原來他有胃癌 然後就走這條路 結果手術之後就沒有再醒來 好了,當然營養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在我們的動力療法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醫癌的經驗 雖然癌症現在是多很多下 現在差不多30%的人都有癌 預計再過多10年、20年 70%的人都會死在癌症 始終在同力療法的個案裡面 有這些資料 原來在2008年 全球大概有989,600個胃癌的個案 而其中有738,800個死亡 也就是說癌症的死亡也挺多 因為2008年 他說佔癌的總數8% 和癌的死亡率是10% 2008年10%的人死在胃癌 胃癌初期症狀有些胃不舒服 有些時候可能不能餓 所以通常有些人就當作胃痛 簡單地去醫療 但發現真的胃癌的時候 傳統的醫療 我叫慣常的醫療 都是用開刀、化療 很多情況都沒有什麼效果 我也聽過有些病人 曾經進行胃的手術 但他沒有切完 只是切了一部分 其實身體的康復能力很有趣 當時是否真的胃癌 總之他接受了手術 部分切了 其實身體很多器官會慢慢生長 可能胃也是一種器官會慢慢成長 但不只肝 肝我們知道是可以完全生長 如原症像以前一樣 但胃癌 總之遇到尽量不要切完 切得少一點 越少也好 當然在同學療法 我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療劑在過去處理過 或者成功治好過胃癌 找療劑 所以只是在醫學的字典裡 胃癌的療劑都超過百 但也要視乎症狀 看看有沒有血 看看有沒有卓熱的感覺 例如有些症狀 喝熱湯會舒服一些 有些可能有些伴症 可能會打抑 或者是否跟筋形期有關 視乎不同類癌 有不同的療劑 但跟大家介紹幾款 在同學療法 曾經胃癌 以及個別特徵 第一個就是醋酸 是acetic acid 通常酸的人都很消瘦 因為胃癌 肌肉已經很消瘦 皮膚好像油膩膩膩 有嚴重的出血 導致嚴重的貧血 人很累 酸的療劑 通常病人都很累 另一種就是aceticum album 剛才是acetic acid aceticum album是生 通常主要的症狀 包括灼熱痛 人很怕死 好像覺得自己快死 很緊張、很焦慮 人很衰弱 亦跟出血有关 亦會考虑 另一種是bismuthin subnitricum 是acetic acid bid 必利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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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胃藥 其中主要成分是bismuth 在同外疗法 亦有疗剂 处理 症狀包括火焦心 和嘔吐 另外一種是流化甲 cadmian subcadmian 在同外疗法的經驗 很多時候對癌症很有幫助 亦是胃癌的療劑 通常症狀包括嘔吐 好像咖啡渣那種嘔吐 長期不斷作喉 抑動 会令症狀更差 亦可能是因为 折瘦了化疗电疗 病情会立即差 在医癌的工具里 通常用在病人 因为折瘦了化疗电疗 令病情急急下降 另外的疗剂是carboanimalis 是动物碳 通常用在病人的尾期癌症 身体的组织开始烂 而且很臭 分泌都很臭 包括嘔吐的东西 口气全部都很臭 另外一种是conium maculata 是毒心 通常会发现胃的横处 有很硬的肿块 而令胃的进口或者出口 堵塞了 有些肿块很硬 我会考虑conium maculata 另外一种cretellus horrendus 是木蜜响尾蛇的疗剂 这个疗剂 好像动物碳一样 分泌很臭 口吐物也很臭 和出血 另外一种cretellus cretellus horrendus cretellus horrendus 通常是癌 口肝和口角爆裂 尤其遇到这个症状 如果有口角爆裂 我们会考虑用tokin 另外一种是hydracid金印草 通常是癌症里用很多疗剂 通常胃癌包括 嘔吐物是黄黄条状型的作门 通常会用丁剂 草药形式 另外一种是iris vesicola 通常胃癌有很多白条状的嘔吐物 另外一种是creosotum 是杂分油 差不多是火水油的 通常的症状都包括 恶臭的口气 组织毁烂、作门 跟我们刚才介绍的动物碳也很相似 另外一种是onifogalum 这个我比较常用 我过去遇到一个病人 我怀疑可能有时候的病人来 就是胃痛 我听到症状可能有这个症状的胃癌 我就会用这个疗剂去试 通常如果疗剂有效 通常都是有机会 病人当时患了胃癌 通常的症状就是很严重的灼烈痛 还有很尖寒 还有嘔吐出来的东西 很急剂的爆炸性的嘔吐出来 通常吃新东西 一吃下去之后 胃门就会特别痛 可能顶住了 食物就吃不到嘔吐出来 例如我们刚才所形容的症状 其实很多这些是因为顶住了 如果我遇到的情况 我会有个别这样的疗剂 另外就是伦的疗剂 通常都是吐出血套、轻热 但病人在那个阶段很喜欢喝冰水 遇到这样的症状 我们会考虑伦的疗剂 在同样的疗剂里面 很多疗剂有很大机会帮助到大家 也有些机会可以医好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病人 其实我当时都和我的朋友谈 先试试同样的疗剂 因为同样的疗剂 第一,不会伤你身体 如果你试过之后不行 你才行一些极端的开刀方法 但很多时候 病人一听到自己癌症 就很害怕 也会被人吓唬 好像时间不急 其实很多癌症都是慢性 经过很多疗剂才形成 所以不用太急 我觉得尽量先试一些没有侵犯性 不会伤身体的方法 如果不行 你才能走极端的路 很多时候病患者一下子 没有想过身体已经形成了一个癌症 而被诊断出来 他们当时都会失去常理和理性 而且很多时候在医学手术上 他们觉得越快速 越早撤掉就好了 因为不知道何时突然间 会演变了 恶化了 他们从他们角度来说 尽快去撤掉 但正如刚才在文章上 华医生和他的团队 也看到有些时候 不一定要这么急进行 可以再观察一下 然后再做这件事 如刚才我们节目上提及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溫我们节目 可以上回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联络我们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